哇 挺快的 我沒用在哪 哥這邊好了 謝謝 大家看到這個是膜 羊肉在這裡 不知道這個湯是不是現好的 喝不出來 他這個膜吃起來是硬的 是死心的會有那種顆粒感 就我個人的認知當中 就是台灣的羊肉沒有北京這邊的羊肉這麼好吃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特色 台灣也沒有所謂的這種膜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威 歡迎大家來到好威的頻道 今天是熊鬼套餐第16期 準備帶大家去吃 也是在北京 陝西的羊肉泡膜 今天準備去吃飯的地方 需要騎行2.5公里 屁股應該到了 馬上就到了 到了 好 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北京市豐台區的 橫七條11號小區 準備帶大家去吃後面這家叫做 巨龍娃碳烤羊腿 店舖的名字叫這樣子 今天要吃的這個羊肉泡膜 是來自陝西的一個名產 最主要就是羊肉 膜就是一些澱粉 也屬於是碳水的部分 然後今天要吃的這個套餐 是原價28塊錢一份的羊肉泡膜 然後網上團購價是19塊9 然後我在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 下了單 付了9塊9人民幣 感覺應該很優惠 之所以拍這個熊尾套餐的這個視頻 最主要是想要帶台灣的網友 還有就是可能是本地這邊的朋友 帶大家來看一下就是說北京這邊 哪些店有做一些優惠的活動 那當然這些都是我自己自費的 我也沒有跟他們收任何的廣告費 帶大家來嘗嘗看不同的特色的食物 到底是他為了要做促銷賣的很便宜 還是他本來的質量就不怎麼樣 第一下是用這種活動 然後賣便宜的貨呢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大家去嘗嘗看 進去之後找個位置坐一下 不知道他們現在開門有沒有 你好 現在可以點羊肉泡膜吃嗎 現在這個點 我是不是來的太早了 我看10點半開門 11點才上班啊 我在網上團了一個那個羊肉泡膜 你幫我和笑一下 我在這邊等著 你慢慢做就行 好吧 咬上香菜胡椒粉都吃嗎 都吃 行謝謝 我就坐在這邊等你啊 你慢慢做啊 正常做就行 這家店應該是屬於平時 很多人聚餐的一個店 感覺位置特別大 我拍這種探店的視頻 有一點特色 就是在於 我都會挑一些人比較少的一點時間來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收音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我最近有在運動啊 然後早上吃了也不是很多 所以10點半吃個5塊 好 是在網上進行的一個團購 這邊是寫原價28塊錢 七二折四喔是19塊9 我是花了9塊9買到的 所以呢 9塊9吃到28塊錢的東西 不知道這個值不值 台灣的人口應該是有2400萬嘛 然後 欸好啦 哇挺快的 哥這邊好了謝謝 哇好 北京這邊呢也有2000多萬個人 都在北京這邊的這個餐飲業是相當的豐富 然後也很競爭啦 那像是在 其他的小城市的話 可能就比較少有這種 就是這麼優惠的團購套餐 然後像是在北京這邊的話就可以 找到很多餐飲店 然後就是會做一些特別便宜 基本上都是為了引流啦 或是說做一些促銷 因為現在的經濟狀況不是說特別好嘛 大比方說 在大陸這邊有大眾點評的這個APP 大眾點評的APP呢也好幾年了 應該十幾年了 主要是用於跟餐廳啊 或者說娛樂產業等等的旅遊產業等等 這些東西做對接 你到了一個新的城市 你打開這個APP 我不是在給這個APP做廣告 想要吃什麼菜 它上面就會推給你 APP的網路的形式去販售實體的店鋪 帶動實體店鋪的活絡這樣子 那像是今天吃的這個9塊9 這個羊肉泡膜 也許也是這種形式就是 你可以來體驗看 我們家羊肉泡膜好不好吃 然後呢 我可以增加我們店鋪的流量 然後增加我們店鋪的包廣 進而引入更多的遊客來這個產品吃飯 當然也有一些商家會是想說 要做比較便宜的 大比方說一個成本50塊的東西 他賣200塊 然後因為大環境的狀況也不是很好 那可能就會以200塊錢原價 然後5道菜打包 就是一個套餐 他賣99 就是進行一個銷價促銷 這樣子 我的羊肉泡膜進來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上面浮的這個是 這個香菜 蔥花 大家看到這個是磨 碎碎的磨 然後還有金針菇 羊肉在這裡 聞起來非常香 也有很濃很濃的胡椒味道 這一碗羊肉泡膜賣9塊9 大家覺得划不划算啊 看一下裡面幾片肉啊 一片肉 兩片肉啊 三片肉 三片半吧 裡面還有粉絲 裡面還有粉絲 沒有了啦 就大概就是這些 在我吃之前 我是覺得比較 沒有想像中那麼麻煩 牛肉湯啊 而且 這湯有點稠 胡椒味蠻重的 羊肉呢 的那個鮮味還是有 味道還是不錯 但是我 不知道這個湯是不是現熬的 喝不出來 但是胡椒味很重喔 是我喜歡的味道 帶大家嘗一下 他給了三塊半的肉 這塊肉吃起來味道是怎麼樣 還行 這肉吃起來 就是 瘦肉部分多一點 跟前幾天 去吃的那個什麼 河南烏麵的那個羊肉香餅 這個稍微老一點 前幾天那個羊肉烏麵的話 它比較水花油化的多 比較嫩一點 這個比較柴 稍微比較柴一點 不過 本身切了個薄嘛 對不對 所以 也是比較 不難咬 不知道這個泡膜的味道 好不好吃 好 它這個膜啊 吃起來是硬的 是死心的 會有那種顆粒感 好 我來大陸十年 在北京生活 已經是第八年了 這個羊肉泡膜呢 應該是第二次吃了 上一次吃也是拍碳店 在別家店 所以就是 我個人不怎麼好這一口 這個餅 看起來有點像是類似奶酪的感覺 但是它就是硬硬的 不是自己熟悉的這種口感 喜歡的這種口感 那我比較驚訝的就是裡面居然還有這個粉絲啊 這個粉絲呢應該是 綠豆粉啊 因為綠豆粉相對來說比較散一點 然後煮出來比較透一點 紅薯粉的話會比較有嚼勁一點 來嚐嚐看這個綠豆粉 還可以 不是一碰就爛的這種 裡面的菜脂衣木耳 像是吃這種味道比較稍微重一點的 然後能帶湯喝的這種湯呢 加蔥花 加香菜 哇 非常棒 其實啊 這一批羊肉泡膜這個團購啊 我已經團購了好幾天了 這個被我放在同一批團購套餐 就最後一起來拍攝 今天出門之前在猶豫 要不要再吃 但我想 大陸這邊的 各個地區的美食文化 特別豐富 雖然是最近是拍窮鬼套餐 帶大家去吃低於20塊人民帝以下食物 但之後我也會去拍一些比較正宗的 類似 比較好一點店鋪 碳店的部分 就是 帶大家去吃在北京這邊的住金飯 所謂的住金飯就是說 因為北京是一個首都嘛 然後各個城市 或者是說各個省市的縣 也許會有 商務上或是公務上面的 政府跟政府之間公務上的往來 在北京這邊就會有一些辦公室 就是住北京的辦公室 大比方說 南京住北京的辦公室 那他們就提供住宿 以及提供餐飲 讓南京這邊來的 無論你是商業 或者是說你是官員 南京人來北京這邊辦事 你想要吃一口正宗道地的南京味 這時候去住金飯 裡面的餐廳 就可以吃到那邊的食材 然後那邊的廚師帶來的美味 所以也就是說 很多人說北京這邊哪是一個什麼美食荒木 那美食荒木有很多定義 就是說北京沒什麼好吃的特色美食 但是你如果是說北京這邊吃不到 好吃的東西 那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在北京這邊也蠻國際化的 吃到很多異國的風情的味道 然後也有很多住金飯 這些住金飯都提供了 每個地方各個區域的當地的特色美食 我跟大家講那麼多 就是之後會帶大家去吃其他的住金飯 今天這期視頻羊肉泡膜 在台灣基本上是沒有的 就我個人的認知當中 就是台灣的羊肉沒有北京這邊的羊肉這麼好吃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特色 台灣也沒有所謂的這種膜 除非是有大陸這邊的人過去開的餐飲店 也許有 但台灣本地是吃不到這個羊肉泡膜的 有點像是在台灣吃泡膜飯的這種感覺 但是那個米飯是特別特別硬 很紮實的 今天喝他們家的這個羊肉泡膜這個湯頭 跟我前幾天吃的那個老式會面相比 一樣都是羊肉 然後租起來的方法感覺也是類似 但是我覺得這個湯沒有那麼好喝 因為調味料的痕跡比較重一點 剛剛他們又給了一點 應該是醋 還給了油辣椒 我再來一口原味 然後接下來我放點辣椒跟醋 跟辣油比較辣不辣 加個半勺 換點醋 哦 感受一下 酸酸的哦 湯的味道馬上就酸了 喝點辣椒湯 還行就是香也不怎麼辣 雖然是說這一點加下去之後會改變它的風味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原湯會好喝一點 分量感覺還行哦 吃完這些我應該會飽 蠻多的 你看 我會在北京這邊已經煮八年 也沒有什麼北方的朋友 也很少跟北方的朋友出去吃飯 我也不知道就是北方人就是喜歡吃麵食的點在哪裡 還是說北方人喜歡吃炸醬麵 喜歡吃這個什麼 拉麵牛肉麵的 會不會也喜歡吃泡膜 喜不喜歡吃死麵 所以就是我在北京生活了這麼多年 一直也沒有怎麼融入本地的文化 自己平時做的飯菜還是以南方的這種風格為主 吃一塊肉 扎扎實實的 瘦肉 鮮 有口感 但是就是分量也不多 好舒服 其實我剛剛有點錯了 它那個羊肉其實給的應該有六七片 因為它是盛在底下的 現在夾的就是 三片羊肉 哇吃完這一碗是流流起來 剩下這一點 我要喝完了 吃完定了 手套沒拿 謝謝啊 好 吃完了 素來了 今天花的這個是9塊9 如果是說花9塊9來這邊吃一碗羊肉泡膜 這個價格的話我是覺得蠻划算的 但是你如果是說原價28塊錢來吃這一碗羊肉泡膜的話 我可能會覺得有點 有點小貴 不知道大家在北京這邊生活這麼久 覺得這個物價怎麼樣子 28塊錢吃剛剛那一碗 羊肉泡膜大家會來吃嗎 好 那今天這條視頻就跟大家聊那麼多 太行吃了蠻飽的 味道也還可以啦 就是 中規中矩這樣子 感謝大家收看下期見 拜拜